我國國境最南端的太平島 近期碼頭維修完工 各界喊話 總統蔡英文應該在卸人前 登島宣示中華民國主權 但外交部長吳釗燮 卻持保留態度 認為時間點不適合 太平島是我們中華民國的主權 毫無疑問也無庸置疑 希望能夠用和平的方式 來解決各造的這個歧異 總統不去太平島 身為外交國防召委的馬文軍 乾脆直接排定5月16號 立委組團登島考察 以前兩位總統都有去過 這個應該沒有什麼緊張的問題 宣示主權 自己的國家 自己的領土 應該沒有這個問題 總統不去的話 我們還是會堅持要自己去就對了 我們會排 不是去讓人家認為說 我們又是在製造困難 雖然說有一點疑慮 但是這是委員的權利 我國實際控制太平島 已經超過70年 今年因為菲律賓向國際法庭 正對南海主權申請仲裁 太平島被判定為交言 而不是島 等於台灣在太平島 只享有12里領海權益 喪失了200里的經濟海域 台灣沒有參與那個仲裁 我個人我是不接受這樣的仲裁 他就是我們擁有的主權島嶼 部分人士認為會加深區域緊張 讓中國大陸得力的說法 來因不以為然 民進黨的這個所謂抗中保台 都只是嘴炮 要行動的時候 什麼事情也不敢做 這個恐怖 這個危險 那有沒有想過百姓呢 民進黨對於太平島的主權 都是非常非常的消極 那後面當然有一些 美國的因素影響 中華民國的領土 應該寸土不讓 這不是民進黨所告訴大家的嗎 即使吳釗介否認有美方施壓 但蔡英文執政八年 從未登上太平島 來因即以捍衛主權 慰勞駐守前線的軍警 對於三軍統帥 難道就這麼難 接著 中央林軒英 SL住 台北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義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 兩千三百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開啟小鈴鐺喔